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第一的回答是 我见过的最不求上进的人 他们为现状焦虑 又没有毅力践行决心去改变自己 三分钟热度 时常憎恶自己的不争气 坚持最多的事情就是坚持不下去 他们以最普通的身份埋没在人群中 却过着最煎熬的日子 读书从来不是无用的 哪怕现在不能显现出作用 读书的目的 不在于取得多大成就 而在于 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 陷入泥潭时 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 读书越多 越懂得这世界万物背后自有规律 对待很多事情的心态是平和的 是通达的 其实 人这一辈子是孤独的 唯有书籍能丰富你的精神世界 陪着你走过漫长岁月 二 明白低谷时 需要吞下抱怨 咽下委屈 正如三毛说的那句话 世间的人和事 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 我们只需要把自己修炼成最好的样子 然后静静地去等待就好了 面对生活的暴击 不去抱怨 尽量担待 要学会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 把情绪调整好 把委屈放一放 心怀希望 沉稳度日 用力生活 一个人所跌落的谷底 往往也是他成功的起点 很多时候 没有退路了 才会有出路 人只有在最黑暗的地方 才能看清真正的光在哪里 三 明白所有侥幸 其实都在暗中标有价格 心存侥幸 踏上捷径 即便获得一时成功 也终会付出代价 因为所有的侥幸 都犹如一场 把自己作为赌注的好赌 不同的是 这场赌局 常常会以失败告终 那些侥幸获得的东西 终将会在未来某天 让我们付出相应的代价 人生行路 唯有放下侥幸 脚踏实地 才能收获成功与幸福 四 有自知之明 一切都还不晚 下朝时候 诸侯有护士率兵入侵 勃起受命领兵御敌 没想到最后却以落败收场 勃起的部下个个不甘心 纷纷请求再战 勃起却不同意 他说 我的兵比他多 装备比他好 看似我强敌弱 却仍然吃了败仗 这一定说明了我们训练管理的不足 再打也是枉然 从今日起 我们要加强练兵 勤有谋略的军师 提升自己的硬能力 之后再战 正所谓 故自知实己 纠结事情的根底 我们要先从内向审视自己开始 打败挫折的方法 就是不断自信了解自己的不足 然后去完善改正 自知之明 知足而则行 知不足而改善 只有方向正确了 才能越努力 越幸运 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 但觉醒的早晚 决定个人的命运 残勇觉醒成了蝶 昆云觉醒成了鹏 成年人的觉醒 让我们在生活中 更能把握契机 成就梦想 愿往后的日子里 我们不断觉醒 不断精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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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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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